女孩涂上性感的烈焰红唇 推开了上司办公室的门 她想要争取女主演的位置 但第一次试图用钱规则 她不太熟练 表现得扭扭捏捏 甚至想要临阵脱逃 上司都看不下去了 突然凑过去亲了她 妮娜情急之下咬伤了上司 对方吃痛松开了她 但是她不怒返校 难以置信妮娜居然敢这么做 妮娜落荒而逃 她觉得一切都被自己搞砸了 主演位置她肯定是没戏了 在母亲的要求下 妮娜从小学习芭蕾舞 并且一直很刻苦 梦想就是成为舞团的首席 终于她等来了机会 剧团需要找一个新的首席女演员 剧目是著名的天鹅狐 但是需要一个女演员 同时饰演黑白天鹅 对妮娜来说 白天鹅的戏份是手到擒来 她脆弱温柔的气质完美 适配这个角色 但是黑天鹅的角色不同 妮娜无法展现出她应有的魅惑力 她从小生活在母亲的高压教育之下 对舞蹈一直都追求完美 这也导致了她的动作虽然精准 却始终无法放开自己 释放出激情 而且性格也一直都被压抑着 循规蹈矩逆来顺受 果然 妮娜的试镜结果并不理想 因此她才特意单独找到团长争取 结果因为胆小还把人给咬了 妮娜本以为女主角肯定没自己的份了 谁料第二天名单公布的时候 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女主角的位置 原来 就是昨天她咬的那一口 让团长看到了妮娜内心深处的另一面 觉得她有饰演黑天鹅的潜力 但是当练习正式开始 团长几乎要后悔自己的决定了 那个张扬魅惑的妮娜似乎只是谈话一线 妮娜的黑天鹅微微缩缩 无法展现出一丝一毫的诱惑力 团长甚至直接问男主演 男演员的笑容说明了一切 听着团长几乎是羞辱的评价 妮娜只能咬紧牙关强忍泪意 中场休息的时候 妮娜看见了另一个女孩莉莉的舞蹈 如此轻盈放松 即使出错也充满生命力 这是妮娜做不到的 后半句没说出来的话 是不像你 相比于妮娜 莉莉的更适合黑天鹅的角色 但即使如此 团长还是专门举办了晚宴 宣布妮娜将成为剧团的新首席 突然妮娜发现手指上长了一个稻刺 她躲在厕所里 想把稻刺扯掉 结果却把一整块皮都扯了下来 可是当她把手放在水龙头下冲洗 却发现伤口消失了 难道刚才的事情只是她的幻觉吗 第二天 舞团收到消息 前首席出了车祸 再也没法跳舞了 妮娜十分自责 她觉得是因为自己抢了首席的角色 才导致的悲剧 团长安慰说这与她无关 她笃定前首席是故意的 说着无意听者有心 妮娜对于舞蹈的毕生追求就是完美 舞团的排练还在继续 但妮娜的黑天鹅依然不合格 团长将她留下来单独辅导 结果跳着跳着就变位了 就在妮娜渐渐沉迷的时候 团长突然抽身 那是我指向你 那是要是另一方的 妮娜不学会释放自己欲望 就永远无法诠释出真正的黑天鹅 回到家后 妮娜沉浸浸浴缸里放松 几滴鲜血却突然低落 妮娜睁开眼睛 面前竟然是另一个邪恶的自己 而且她的手指不知为何流血了 起身一看 后背上也出现了抓伤 她想把指甲剪掉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只能归咎于压力太大产生了幻觉 并且团长还得知她因为排练不顺利哭了 对她更是不满意 妮娜这下是男上加男 于是她不顾母亲的反对 答应了同事莉莉的邀约 想去酒吧放松一下 莉莉还找来两个帅哥 妮娜起初十分拘谨 她二十多年来一直循规蹈矩 她在莉莉的安抚下渐渐放松 甚至喝下了加了至换季的酒 像是变了一个人 魅力指数直线上升 狂欢结束后 莉莉和妮娜一起回家 两人竟然产生了一些不一般的情愫 晚归的女儿带着好基友回家 母亲急言吝啬地问她去干嘛了 妮娜完全没了乖乖女的做派 扬言自己和好几个人一起玩 妈妈听不下去伸手捂她的嘴 妮娜一把震开 抓起莉莉的手进了房间 然后用木棍抵住门 不让妈妈进去 第一次反抗母亲的要求 妮娜深藏的欲望一瞬间被点燃 她和莉莉激情讨论了一宿 等妮娜睡醒 床上只有自己一个人 而她快要迟到了 当妮娜匆匆赶到剧院 却发现莉莉暂时顶替了她的位置 团长还对她大为赞赏 妮娜很不高兴 问莉莉为什么早上走了不叫她 莉莉表示昨晚和帅哥 讨论了一宿生理课题 妮娜一下子就猛了 这让一向矜持的妮娜非常休闹 这天之后 妮娜的幻觉越来越严重 她经常看见镜中人和自己做出不一样的动作 就像是存在另一个自己一样 与此同时 妮娜的黑天鹅跳得越来越好 但是在得知莉莉成为她的替补后 妮娜哭着请求团长换一个人 因为她隐隐知道 自己那个荒唐的梦 是因为莉莉是妮娜深藏的另一面的样子 肆意洒脱 性感魅惑 是黑天鹅角色的不二之选 妮娜不仅担心莉莉抢走首席的角色 更隐隐担心黑暗面的自己将她吞噬 这种担忧压在她心头 妮娜忍不住去找了前首席 想要寻求建议 还说自己想要和她一样完美 没想到这句话刺激了对方 前首席抓起小刀就把脸砸成了筛子 一边扎一边说自己不再完美了 妮娜吓得逃回了家 妮娜一反常态 强硬地表示自己来 这让团长眼前一亮 她同意了 两人都知道 妮娜内心深处拥有黑天鹅的一面 女孩发现的脚趾莫名粘在了一起 就好像要长在一起似的 她忍着痛 把粘连的皮肤扯开 但当她抬起另一只脚 却发现皮肤已经长成了一块 但是她无暇顾及 因为登台表演的时间就要到了 但由于恐惧 以及对表演效果的不自信 妮娜和舞伴出了严重的失误 团长和团员们的指责 更是让她压力倍增 妮娜忍着泪一回到化妆间 却发现竞争对手莉莉坐在里面 说会代替她完成接下来的表演 而且她一回头 竟然变成了妮娜的脸 妮娜突然冲上前 将人猛地推到穿衣镜上 镜子碎了一地 妮娜把人摁在地上 对方却突然出手 死死掐着她的脖子 就在即将窒息的时候 妮娜捡起玻璃扎进了对方的身体 直到对方倒在地上没了声息 妮娜才回过神 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妮娜却依然想要完成表演 她把尸体拖进隔间 靠在墙上不停地深呼吸 脸上的恐惧和慌乱慢慢退去 几分钟后 妮娜画上黑天鹅的妆容登场了 她就像换了一个人 恐惧和胆怯都消失不见 她是如此魅惑 如此妖娆 完美地诠释了黑天鹅 妮娜的眼睛变红了 手臂长出了羽毛 但是她不再感到恐惧 而是无比沉醉于自己的蜕变 享受着压抑已久的欲望 随着妮娜一次次旋转 她的羽衣越来越丰满 直到双手完全蜕变成双翼 可是在观众眼中 她依然是一个人类舞者 并被她的表演深深折服 妮娜回到休息室 准备最后一幕的表演 正在她给自己上白天鹅妆容的时候 突然听见了敲门声 来的人竟然是被妮娜杀死的莉莉 她夸奖妮娜刚才的表演太完美了 妮娜却没心思听 莉莉走后 她努力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死者复活了 那么尸体呢 妮娜拿开隔间门口的毛巾 下面的血迹却消失不见 在打开门 里面空空荡荡 她一脸猛逼 突然间明白了什么 妮娜低头一看 自己的腹部赫然是一个血洞 并且终于感觉到了剧痛 妮娜把手指伸进伤口 果然拿出一截断掉的玻璃 妮娜明白了 想要抢走她角色的 并不是莉莉 而是她内心的另一个自己 所谓的杀人藏尸 就如同她长出天鹅翅膀 都只是幻觉而已 到了这个地步 妮娜本可以去医院抢救 但走火入魔的 她选择了另一条路 她用粉扑擦去泪水 继续登台完成 最后一幕表演 演员和观众更忙个的 没有人注意到 妮娜腹部刺目的鲜红 妮娜又变回了曾经的自己 美丽又脆弱的白天鹅 她忍着剧痛舞动着 最终从高台上一跃而下 完成了表演 众人为上来庆贺 却突然注意到 妮娜的肚子已经鲜血淋漓 团长一边让人叫救护车 一边问她做了什么 最终 妮娜的意识渐渐涣散 在母亲给予的高压之下 妮娜的身心都饱受煎熬 完美的表演更是成为了她的执念 黑天鹅就如同妮娜内心深处 被压抑的自我 在她一步步成为黑天鹅的同时 两个人格也在不停地争夺厮杀 最终被压抑的黑暗面得到解放 妮娜也走向了自我毁灭